我不是说老板会生不出小孩 我的意思是你这么不喜欢小孩 你也不会有 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先生 还有他的工作场所 那目前他也已经 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 大家不要再过度 再来关注我的家人们 我希望在此事件能够就此落幕 然后回归大家正常平静的生活